這句英文要怎麼說啊? 讓我告訴你 What's up yo 歡迎收聽這句英文怎麼說 我是Earskin I'm Duncan Welcome to episode 140 這集的主題句是 不要虧我了 不要虧我 好 一秒切換無情共上時間 看籃球英文的時候 你在想什麼 你會不會很好奇洋將們在說什麼 還是英文主播講的內容是什麼 這是我們跟PLG合作開課的 Oh my basketball 我的籃球英文 是由PLG當家英文主播Ryan所主講 他擁有非常豐富的英文轉播能力 這堂課非常符合想看懂 或是聽懂英文籃球比賽的轉播內容 以及各種戰術啊角色 規則等等用法的人 不只這一些 主播還會分享一些籃球的小知識 比方說籃球這個運動 當時為何會被發明 是因為誰 然後是為什麼 在哪裡 還有早期 其實沒有所謂禁區這個東西 是為什麼才規劃出來的 那每個單字都會搭配 最適合的比賽畫面講解 讓你彷彿就在比賽的現場 還學會了籃球英文的用法 想知道更多的內容 可以到我們的資訊欄 進入課程頁面試看內容 讓我們帶你用不一樣的方式看球賽 結帳前記得輸入 有Podcast聽眾專屬優惠嗎 Roundbow150 Roundbow150 就可以在這150塊 好那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不要虧我了 這英文要怎麼說 不要虧我了 直接翻譯可以說 stop teasing me stop teasing me 我們想想 想想記有討論那個 teasing making fun 對對嘲笑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 direct translation stop teasing me 不過我們也要教你另外一個表現 美國人會常用是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這個這個字 這個表現如果你 呃 你可能很生氣 用它 還有就是開玩笑一點 都可以用看你 你發音的樣子 like oh leave me alone 還是 leave me alone 所以你可以 對就是語氣 語氣的不一樣其實也會影響到你 對 給別人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是開玩笑 但你也可以是很認真的 叫他leave me alone 就是不要來煩我啊 不要來虧我 然後這個虧的這個字 其實它是 從 台語來的 然後在 主見被當成中文來使用 那其實這裡的 不要虧我了 它是 就是它的中文的意思 但是 如果你把它弄成 台語的意思 它就是說 hit on someone 就是搭訕某個人 就是 我們台語都是說什麼 虧妹妹 或是什麼虧弟弟的那種感覺 就是譬如說你 hit on the girl 或是 hit on the boy 的感覺 這裡的虧就會是用 台語來使用 對 對 那所以這個虧其實還有很多種用法 如果你是當成 譬如說這裡的tease 或是make fun of 這邊都是可以用虧 來這個 來表達這個意思 對 好 那講到虧 其實這個虧啊 在中文裡面還有很多種用法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比較常聽的 叫做吃虧 那吃虧的用法也有非常多種 我們請當然可能幫我們分享一下 嗯 最基本的翻譯就是to to lose out or take a loss 就你這是可能跟錢有關係 還是你可能有 like you lose an opportunity 這樣就是吃虧 to lose out or to take a loss 但是現代的英文你可能會聽年輕人說 take an L take an L 就是那個L的字 那個ABCDFGHJKL 那個L就是代表loss 所以這是很流行的口語在美國 就是很比較縮寫版的感覺 對 這樣子 take an L 然後相反 如果你覺得你贏了 還是你成功了 你可能會聽人說 like for the w for the w w就是win 對 但是這個 在今天的節目 這個吃虧 就是他的相反嘛 吃虧的相反 對 and then 我們也要教你們兩個 比較長的表現 就是一些 idioms 一個是 get the short end of the stick get the short end of the deal 這就是那個 short end就是 對你不公平的結果的意思 然後另外一個 你也可能會聽人說 draw the short straw get the short end of the deal 跟draw the short straw 都差不多一樣 然後這邊 這邊用到的這個draw 就是其實是我們常聽到的那個 就是畫畫的那個draw 但是這邊的draw 在這邊的用法是 像是比較像是抽籤 或者是拔東西的意思 所以說 這裡的這個draw the short straw 就是其實就是 以前的人可能會拿一些就是稻草 然後來當作抽籤的感覺 對 所以說我們這個short straw 比較短的稻草 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吃虧 就是因為我抽到比較短的那一根 所以就代表說我吃了虧 我比較運氣不好的感覺這樣子 如果有一份工作大家都不想做 但是一個團體以內你需要選一個人 你可能會draw straws為了決定 然後最短的 the shortest straw 就是最unlucky的 對就是抽籤 然後這個straw也可以當吸管的意思嗎 就是因為以前的人可能會用稻草 那現在也許會用吸管 對 所以這個straw其實也可以指的是吸管的意思 對對 所以像我們剛剛說的這個draw 其實是當作抽籤啊 把 而不是當作畫畫的意思 對 you can draw a sword draw a gun 是這樣的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在講吃虧 對因為吃虧其實就是你得到利益比較不好的那一方嘛 所以像剛剛有介紹到的get the short end of something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到我們都用short 就是很短的這個意思 short end of something 就是你抽到比較短的那一段 你握到比較短的那一段就代表 就很像拔河 拔河通常你如果 拔河如果你握到比較短的那一段 就是輸了的那種感覺 對 或者是一根棍子啊 然後你拿一根棍子 然後你們兩個人 一個人握比較長的那一段 一個人握比較短的那一段 那是不是短的那一段 他的 就是 disadvantaged 對對對他比較不利的感覺 處於弱勢 所以就會說叫做吃虧 這樣子 那我們就進入情境對話看一下 這句話要怎麼運用 Hey Duncan you get a new hairstyle I feel like this haircut really suits you Oh you like it it was for my wedding ceremony Then there must be so many people eager to marry you Stop teasing me Or do you want to marry me too Dangka 你最近換了新髮型很適合你耶 Oh 你喜歡嗎 我當初是為了婚禮剪的 哇 那應該很多人強制要跟你結婚喔 不要虧我了 還是 是你想跟我結婚 好 那我們進入文化閒聊 我自己的觀察 我發現 我們還蠻喜歡 就是會虧人家的薪水 台灣人蠻喜歡虧人家的薪水 就比方說 比方說 就會有一些人他很喜歡在他的社交媒體上面說 他工作很認真 或者是發一些什麼 他拿獎賺 或者是帶很多那種 就是那種布條在身上 然後就是感覺 一直在show off他的achievement這樣子 對 然後可是其實仔細去問一下 他薪水其實也沒有賺多少 我們就會開一個玩笑 就是teasing他 就說他也沒有賺多少 感覺好像真的很厲害一樣 或者是說我們也會去虧人家的感情狀態 就是說為什麼他一直單身 之類的這種感覺 或者是說 他一直向翻 就是為什麼一直有不同的 對 為什麼有不同的對象 這種感覺 我們也會虧他開一個玩笑 或者是比較常多人就是 會說身材 就比如說你最近是不是 比較放縱 或者是對自己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 還是談戀愛的 幸福肥 就是身材變得比較豐育一點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蠻好奇說 那美國人或者是Duncan認識的人 你們都比較喜歡虧人家什麼事情 我覺得美國人 我的念念的人 我們不會討論人的心血 這是一個好像 對 好像也不會問對不對 對 應該 不會替這個事情再對話 但是 好的朋友也會欺負他朋友的 like like their relationship status 對 他們也可能會 開玩笑 亏他們的 女友還是男友的樣子 個性 這樣 如果那個人 在妳前面 應該不會 對 不會提這個 但是如果是一個老朋友 你可能會 like 亏他們的 女友的樣子 還是他們的 relationship 對 所以很像什麼 why you always dating them 的感覺 We're dating someone 就是为什么你一直跟那个人出去 他也没有多帅 或者是多有钱吗 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身材最近还会在讨论吗 因为感觉 一点点 我觉得我年龄 我的美国的朋友 好像会 我们会 不会觉得是什么 like like it's an open 你还可以亏你朋友的 别旁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现在美国年轻人 就是非常不可接受的 他们比较敏感一点 好像越年轻的 美国就是越敏感 对这种的话题 对 现在你们可能有听过一个字叫 wokeness 就是 就是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正确的思想 所以他们 好像 现在大学生 那个高中学生 他们一定不会开玩笑 人 问 像是 他们的relationship 还是他们的想法 对 好像 现在 美国的年轻文化 越来越就是大家 很 注重自己的想法 这样子吗 可以说 我就是说 他们要有一种安全感 要有一种 comfortable的 classroom environment 所以他们 真的 真的不喜欢被批评了 所以 这就是那种 wokeness的 woken社会 对 这个wokeness 其实就很像是 觉醒世代的感觉 对 对 觉醒世代 然后 在我们 我们那时候讨论的时候 有发现台湾有一个蛮类似的用法 叫做 觉醒青年 对 或者是 就是我们常说的 觉青 或者是愤情 愤怒青年 这些等等 不过 觉醒青年 我们会叫做 awaken youth 我看到这个英文翻译 awaken youth 好像跟美国就是like like woke woke kids woke people 就差不多 一样的意思 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趣 就是 现在在美国 我们不会用这个awaken youth 这个表现 但是 这个翻译是 like perfect 它是 it's a perfect translation 还有那个 对 对文学来说 like the english is good like I think awakened youth sounds better than wokeness or woke people 这个wokeness 开始woke z 好像包含 这是非常英文 美国口语的 感觉 但是awaken youth 自听起来是一个 like 从温学下来的 的表现 it's the same same meaning but yeah different different language to to explain it yeah 而且awaken awaken 比起woke 有比较 有比较 那种 醒来的感觉吗 比较有那一种 那种 行怪的那种 动态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个 那个woke 现在我 最常用的是 当作一个 形容词 但是它 它也是从那个 awake awaken awaken 的 这个 past participle 对对对 yeah 变成形容词 yeah awaken awaken became woke yeah so 现在 我觉得很多 um louder 就是比较大的人 他们会 看人用这个 woke wokeness 他们会觉得 啊对文法 对英文 这是有一点怪怪的 但是 10年 20年后 这个 这个woke 跟wokeness 会变定好的 正确的英文 yeah yeah 所以我们 这就是一个 新的语言 转变 所以这也是 很有意思 我觉得 可能要请 当天 帮我们评一下 刚刚说的 wok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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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 s s 因为刚刚 为什么会说 就是这个字 看起来怪怪的 因为 它是用woke 就是woke 它原本是woke 的过去式 然后后面 是再加 n e s s 然后通常 当你一个单字 加了n e s s 就代表变成名词 对不对 所以它如果 直接这样子 组成起来 感觉 文法上 好像有点怪怪的 对 这样子的感觉 真的很怪怪 因为wokeness 现在人用这个wokeness 的时候 其实这都是 描述一个思想 但是之前的英文 思想 平常都有 那个ism 的后面来的 所以这个wokeness 也是一个 like it's also represents a change in like the fundamental like 最基本的英文的 你会说那个 suffix 那个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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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对对 one five like when you put words together the way that like the way that wok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way that ness 就 就 就变成一个 复合字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就是从woke 这个动词 然后叫上n e s s 把它组合在一起 它又变成一个新的名词 可是其实这种拼法 在英文上 就文法上来说 其实是不太正确的 yeah 是意外的 对 所以刚刚 Duncan才会说 我们讲到 觉醒清念 我们台湾翻成awaken use 自己的awaken 它就是 直接从 直接从动词 然后变成 形容词的这个 vpp的形态 awaken 对对对对 awaken use sounds like proper english from you know like generations ago and wokeness is a new a new type of english 对对对 然后而且因为 我们这个觉醒清念 其实它比较 局限在于 是比较年轻的 那一辈 但是 Duncan刚刚讲到 这个wokeness 它其实是没有 局限于 哪一个年纪的人 对对对 然后我们刚讲到 这个觉醒清念 其实他们就是 比较注重于 自我意识啊 或者是追求 思想跟制度的进步 其实 他们不太容许自己的权益受损 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去批评 彼此的想法 或者是觉得 谁的想法是对 或是谁的想法一定是错的 这样子 所以才会导致说 这个觉醒世代 其实它 不太会去开玩笑 或者是批评别人的想法 这样子 对是这个意思 在美国 如果你知道你的同学 还是你的朋友 是非常 非常注意政治 你应该就不会提这些事情 like just you won't talk about these conversations 对 太敏感 对对对对 OK 非常非常有序 这一个部分 可能大家要再 可能会需要再回方 再听一下 这样 这边比较有趣 跟复杂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今天的主题句 不要亏我了 要怎么说呢 stop teasing me 还是 leave me alone 那讲到 亏不要亏我的这个字 其实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用法 叫做吃亏 吃亏的英文 要怎么用会比较好 最基本的翻译就是 to lose out 就是like to take a loss 就是接受一个 不公平的 的事情 然后 英文口语 你也可以学好 to take an L to take an L 就是to lose 的意思 然后 另外的表现 两个 idioms 就是get the short end of the stick 还是short end of a deal 也可以 你也可能会听 draw the short straw OK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这个节目是由 常春男的团队 学英文爸制作 欢迎你到 学英文爸的网站 ivybar.com.tw 或是到ivybar的 ig复习podcast的内容 如果你是第一次 听我们的节目 记得按下订阅或追踪 就不会错过 我们每个礼拜的新节目了 如果你是我们老朋友 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有没有这种 绝亲世代的朋友呢 或者是 绝醒世代的朋友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erskin I'm Duncan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Thanks everybod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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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